大家好,我是中兴社记者范思逸 今天是农历的6月24号 也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官地诞辰 官地又名官宇 是中国历史上蜀汉时期的著名的大将 那么在官地诞辰这一天 香港又有哪些传统习俗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我现在是位于香港元朗的关公文化公园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祭祀仪式正在人家 如火如荼的举行 官地诞辰祭祀仪式 仪才开始 哦 嗯 无li的举行 武他护慈衣龙 清三国的蜀汉名将 到万古祠堂 遍九州的忠用神旗 在香港社会中 拜关公文化随处可见 百姓拜五圣人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商人拜五财圣 祈求招财尽宝 抑护商骨 甚至在许多经典港剧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香港警察拜关公的场景 那么我们知道 陈先生是本次活动的 主要负责人之一 那么在他退休之前 也是一名香港警察 我们现在就想问一下陈先生 您为什么会参与到 本次这个关地文化活动的 推广当中呢 大家都知道 我退休之前 是香港警察队员 做了级协会主席 很多警察都会 警察都拜关帝 我都想说一句 所有警察 做得警察的 都有一果良知 这个良知 就是我们讲的正义的心 也都是仁义的心 关公的精神 是忠容仁义的精神 正正是这个精神 也都配合着我们香港警队 忠诚勇艺 两种 就是两句说话 其实是如出一切的 当天的活动 在香港元朗的 关公文化公园举行 这里也是香港最出名的 关公文化主题公园之一 我们知道您也是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关公文化公园里面 有哪些特色的东西是值得注意的呢 是 这个关公文化公园呢 就是2017年呢 香港回归20周年呢 就由山西运城 它关公的乡下呢 专程运过来 慶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 眨眼眼呢 转眼眼呢 现在今年是5周年 有这个关公在这里呢 你看到 好热闹啊 开始香港恩恩向荣 在这个公园当中呢 有一座关公像是非常的显眼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啊 你看到关公了 香港来说呢 一个最高的关公围像 这个有六米多高 麦议员您好 很高兴在这次的活动上见到您 那么您觉得 我们就想问一下您 您觉得就是 在香港举办这类 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另外您作为这个立法会议员 对香港特区政府今后 举办 多多举办这类的 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 有哪些建议呢 这次的活动呢 其实很有意义的 因为大家呢 可以透过举办 类似的活动呢 了解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以往如果我们跟一些年轻人 在课堂上讲历史 那他们可能呢 未必有兴趣 如果我们透过这类的活动呢 很生动地 将一些历史来讲 将一些文化来传承 其实呢 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 现在呢 都是很有帮助 在活动的最后呢 我们都收到了一个 这个活动主办方 送给我们的福袋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个福袋里面有什么 没有口罩啦 就是现在疫情非常需要的 还有 还有大米 那么就是还有一些 小零食之类的 那么其实我看到 其中有一个非常特色的 就是我们这个 香港关帝庙的手绘的地图 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福袋当中 特别有应付的一个 小的纪念品 那么可以看到 这是一幅香港关帝庙的 手绘地图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这个 大唐观光文化公园 可以看到这个关帝像 刚才主办方也介绍了 它有六米多高 应该是目前香港最高的 最大型的一个关帝像 看到整幅地图上呢 其实大概有30多座的 这个建筑都非常清晰地 标注在了这个地图上 然后它是手绘的 用各种不同的色彩 进行了一个标识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特色 然后也期待大家 机会多多关注 这个在香港的这个关帝文化 多多传播中华文化